凶嫌犯案的最新的畫面也曝光 我們立刻連線李嘉明 好 是主播各位觀眾 這起發生在今天上午11點多 在內湖的女童凶殺命案 是駭人聽聞 不過中天新聞團隊 已經掌握到了 當時嫌犯在犯案前 在現場遊蕩的獨家畫面 通過畫面我們可以看到 這名身穿灰色上衣 戴著黑色口罩的男子 就是犯下這起凶殺案的 王姓嫌犯 她的妖姬還系著 今天上午才在大賣場 買來的刀線 而且我們可以注意到 這個時間點就是在犯案前 大約20分鐘左右 早上的10點45分 她就已經拿到 在現場的巷弄當中穿梭游移 來找尋犯案目標 而就在上午11點04分的時候 她來到了環山路 一段九巷的巷口 看到了這名4歲的小妹妹 就從後方拿著 她寓藏的這把菜刀 從警部狠心的砍殺下去 導致這名小女童伸手異處 在現場就不幸慘死 而透過這段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名王姓嫌犯 她在犯案之前 感覺的出來是蠻慌張的 因為在許多的巷弄當中 她不斷的穿梭在找尋犯案目標 而經過這起事件之後 這名王姓嫌犯 當時也被熱心的民眾壓制在地 目前還在警局接受偵訊 而透過我們這段獨家的畫面 也可以清楚的看到 這名男子 他顯然是已經做好 今天就要犯案的準備 而以上就是現場的這件情形 再把時間交還給棚內 好 這是我們中間新聞 獨家曝光兇嫌犯案前的畫面 腰上已經系著 今天買好的菜刀 準備要行兇了 而且來回舵步看起來 其實也是相當的緊張 沒想到稍後就犯下了 恐怖的當街女童斬首案件 不錯